主要还是时间的因素 因为现在剩下选举不到四个多月的时间 新北市幅员广大 这个29个行政区400多万的人口 而且有百工百业无数的社团 所以我个人评估 在这么短的时间要打这场选举案 基本上难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虽然如果有机会可以承担是一个责任 是一个荣誉 但是以个人的能力来看 现在这四个月时间要打赢这个选举案 是难度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在这种考量之下 我没有太大的意愿来参选这次的市长 然后我也请党中央 不用再把我列入市长候选人的评估跟考量